让美食告诉你它如何提高当地的文化 让美食告诉你它如何成为历史的主角 欢迎收听时之声 哈喽哈喽欢迎收听时之声 我是主持人Roger 今天这一期节目呢 要特别感谢我其中一个大粉丝 他是我的大姑 他在底下呢留言说他想听听炒饭的一个历史或者是一个故事 那今天呢 我们就来做一起炒饭 当然在这里节目之前呢 我也要感谢我三个姑姑 其中一位是我的大姑嘛 她会经常的和我讨论如何去料理 甚至给了很多不同的意见 那至于我的另外两位姑姑呢 其中一位呢是我的二姑 她会经常呢给我一些很好的语气上的意见 还有经常帮我去推哦 推这个时之声的平台 或者是这个奇谱的平台 那第三位呢是我的小姑 她会经常去听我的节目 听完整个节目的流程 然后发现我节目有什么不足 给一些建议 当然我在节目里面呢 我会持续的不断的去更新 或者是不断的去更进 看我语速上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或者是有什么新的主意 可以加在这个节目上 那我们说回我们的今天的主题 今天主题呢 我准备了一个料理 叫做扬州炒饭 在说这个扬州炒饭之前呢 我的大姑有问我一个问题 要如何将一个米饭 炒得粒粒都是金黄色 因为这一期节目 我也有上网去寻找 到底要什么方式 才能最好 第二方式呢 是我上网找到的 主要呢是比较推荐 使用这个传统的圆弧铁锅 就好像我们去那种热炒店 或者是去那种我们说的大排档 所看到的圆弧铁锅 因为圆弧铁锅呢 来炒饭呢 会比平底锅 食用的更加好的效果 但是现在呢 我们大多数的 无论是上班族也好 或者是城市人也好 大多数都会用平底锅会比较多 当然因为平底锅呢 它有利于均匀受热 所以呢也很具有代表性的 一锅在手天下我有的那种感觉 但是平底锅 它有一个不好的弊端 就是它翻炒起来会比较困难 很难做到 所谓的粒粒都会是金黄色 所以非常影响 所谓的蛋炒饭炒出来的效果 第二种方法呢 是比较走捷径的路线 第二种方法 这个方法是我个人会经常用到的一个方法 就是呢 你把煮好的一碗白米饭加两个蛋黄 之后呢 把蛋黄和白米饭呢 平均的混合起来 这样子在炒之前呢 你就得到了一个黄金的蛋炒饭 当然这两个方法 也是看观众各有所需 所以假如说你锅不能换的话 你只能使用平底锅的话 我这一个捷径方法是蛮不错的 记得只是蛋黄哦 不是蛋白 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来开始料理的部分吧 那我们开始料理吧 在做这个扬粥炒饭之前呢 要科普一下观众 当然扬粥炒饭最重要的一个食材 就是我们的白米饭 那白米饭呢 有分两种 一种是隔夜饭 另一种是现煮的饭 这两种是相对来说是不同的 隔夜饭呢 会经过一夜的水分蒸发 表面上会比较干爽 这样子呢 你炒过后的米粒呢 会容易吸收锅里面的油分 比较容易出现一种叫做粒粒分明的效果 根据这个原理呢 其实现煮的米饭呢 同样能做出隔夜饭的这个效果 但是它要经过冷却的过程 所以呢 把它放进冰箱呢 将里面的水分隔出来呢 也是能做到一样的效果 只是可能 你的时间要用比较长 所以隔夜饭 为什么比较多人推荐的原因 就是因为你不用漫长的等待 抽干水分的过程 因为你直接把米饭呢 放在冰箱里面隔一碗 它就把水分分开了嘛 所以呢 现煮的米饭能做到效果 但是比较麻烦一点 因为你要控制在它的水分的上面 你可以放在冷冻上面 但是控制的时间点很重要 所以米饭呢 准备一个隔夜饭 大概两碗的分量 之后呢 再准备我们其他的备料 比如说叉烧 叉烧呢 我这里就不建议 你自己再重新煮过一份叉烧 你可以去一些鸡饭店 或者是去一些档口 买一些叉烧回来 准备100克的叉烧 和我们的虾仁 那虾仁呢 和叉烧呢 把它切成粒 之后我们的虾仁呢 加一点点的胡椒 和一点点的盐 主要呢 是要腌制这个虾仁 有那个味道 腌制一个15分钟就好 过后呢 再准备我们的一颗 葱 把葱呢 切成花 之后再准备我们的两颗鸡蛋 那这两颗鸡蛋呢 把它打发过后呢 加入一点点的盐 和一点点的胡椒粉 所谓的一点点 要怎么去分别一点点呢 这里说的一点点呢 就是用手一小搓就好 因为接下来你炒米饭呢 你要放生抽 你要放盐 甚至你要放胡椒粉 所以会影响到它的味道 主要的过程就是把这些东西都有一个腌制入味的感觉 所以一小搓就好 过后呢 就可以开始做我们的炒的部分了 在炒之前呢 我们可以先把蛋先炒好 当然蛋炒好的部分呢 你先准备筷子把蛋打散嘛 之后下锅 翻炒到两面金环过后呢 把火力调小 之后再把蛋搅碎 过后呢 才把我们蛋捞出来 备料 之后就是要处理我们的虾仁和我们的叉烧 那我们先处理我们的虾仁 因为毕竟我们的虾仁是生的嘛 准备一锅热油 大概三汤匙的石油 之后呢 把虾仁倒入 翻炒 到熟过后 再把我们的米饭 还有我们的鸡蛋和叉烧 放入里面 之后再加我们的一点点的葱花 放入里面 然后用炸火去翻炒 在炒饭之前 记得先热油 放佐料 过后才放我们调味料 翻炒一个三秒到六秒的时间 当然翻炒是看你的个人的意愿 你喜欢怎样去疯狂的翻炒也好 或者是左右摇摆的翻炒也好 都可以 过后呢 再加入我们的盐 我们的盐呢 准备半茶仓匙 一茶仓匙的胡椒粉 两茶仓匙的生抽 之后再不停的翻炒 翻炒的过程也是用大火 翻炒一个三分钟 过后再加入我们剩下的葱花 去点缀它的炒饭 整个羊主炒饭呢 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简单 只要把备料做足过后呢 就可以一直翻炒 翻炒之后加我们调味料 加完调味料过后呢 就是我们的整锅的炒饭就好 这一个就是简单的羊粥炒饭 无论你是在家里也好 或者是在外地也好 也轻松的吃到 也不会很容易的饿肚子 因为经常的饭 我们都会用隔夜饭 当然假如说 你没有隔夜饭的话 你先听我上几期 先准备一些料理 比如说咖喱牛排饭 然后过剩下的饭 再隔夜 第二天再做一个羊粥炒饭 这样你有满满的两餐 那羊粥炒饭的部分呢 已经说完了 接下来呢 要说我们的羊粥炒饭的故事 那我们故事 开始吧 关于羊粥炒饭的起源 其实羊粥炒饭的起源 有两地的美食家都在争执 这两地的美食家呢 就是广东跟羊粥 羊粥人呢 就会搬出越国公羊树 和隋羊帝的典故 来说明羊粥炒饭是属于羊粥的 广州人呢 则会拿出解放前 广州街头的 羊粥炒饭的老照片来说事 那广式的羊粥炒饭呢 虽然是以羊粥为名 却非源于华东区的羊粥 而是一种道地的越式米饭 在广东来说呢 羊粥炒饭起源于 清朝的光绪年间的广州 随后在香港发扬光大过后呢 并由华人移民 把这道菜呢 传入到世界各地 清朝光绪年间的广州呢 有一家叫做巨村园的准羊菜馆 以虾仁 叉烧和海参 做出了这道羊粥锅粥这个食物 其后九楼将锅粥改为炒饭 就变成现在的羊粥炒饭 结果呢 当然受了很大的大众欢迎 而羊粥炒饭之名呢 也变现传出去 跟着时代的发展 因为海参的价格相当的贵 随后呢 从羊粥炒饭的食谱里面 踢出出来 这样子呢 让羊粥炒饭更容易大众化 口感上呢 更加的好吃 更加的进入了大众的视野 因为经过冷藏的饭力 水分呢会比较少 也不容易粘在一起 所以呢 广东地区的家庭呢 通常都会用隔夜饭 来制作羊粥炒饭 在广东有不少的虾仁跟叉烧 作为菜色 都以羊粥为名 比如说羊粥锅面 或者是羊粥炒蛋等等 但知名度呢 都不及羊粥炒饭 叉烧是广东的道地食品 是制作羊粥炒饭的一个主要的材料 另外一方面呢 中国大陆和台湾呢 也有一种以羊粥炒饭类似的 叫做港式炒饭 台湾呢 还有一种叫做广州炒饭 而在羊粥呢 所称为羊粥式的羊粥炒饭呢 是在谢丰的食经里面 就有说明 越国食碎金饭 官方认为越国的食碎金饭 是羊粥炒饭的前身 但其实羊粥炒饭也不完全可以说是碎食金饭 其实我会觉得它反而会比较像黄金炒饭 或者是所谓的蛋炒饭 粒粒都是金黄色的 那食经的说法呢 所谓的越国食碎金饭呢 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它是指隋阳帝在巡回这个羊粥的时候呢 将这个碎金饭传入了羊粥 也成就了现在所谓的碎金食饭就是羊粥炒饭的说法 但做法上两地的做法是大致相同的 羊粥炒饭的标准就是干 香 松和脆 作为家常风味 羊粥炒饭不拘于食材 反而最简单的版本是 由鸡蛋加小葱炒成金黄色 这样子也方便也美味也很容易冲击 说到羊粥炒饭不得不提我们里面的一个佐料 是我们的葱 葱是羊粥炒饭里面的灵魂 整个炖煮过程呢 要放葱呢 先放一次 第一次叫做焖头葱 就是我们刚刚为什么说炒羊粥炒饭之前 我们现在放第一次 而最后一次呢叫做半生葱 使这道菜呢有菜香的味道 这样子做的羊粥炒饭呢 饭香才会失忆 口感才会挤佳 其实争议上不只在广东 或者是在羊粥有争议 在1983年4月出版的 《中国小吃上海风味》里面 也有记录到羊粥炒饭这个东西哦 他认为在上海的羊粥饭店所制造出来的 才是羊粥炒饭的开始 1956年后呢 烹调书有许多呢 甚至录取了羊粥炒饭和广东炒饭的做法 前者呢是说明羊粥炒饭是用西肉 不是用叉烧 后者则相反 去平反了羊粥跟广东的这两个争议 那说到底呢 炒饭也是在美食江湖里面呢 算是一个深不可测的扫地震 为什么这样说呢 对于厨师来说 炒饭是烤功力的一个试卷 选择的食材 掌控的火候 一起喝成的功力 看似简单 但是每步呢 都是考验厨师生涯修为所见证 对食客来说呢 炒饭则是这名见识 虽然配料和做法有千变万化 但是有经验的时刻 总是觉得拨开这种繁乱的现象呢 可以见到炒饭的用心和炒饭的味道 就可以看得出厨师的功力 对于食物本身呢 炒饭是符合中国式的饮食 因地而异 传统上呢 有用鸡蛋、米饭、葱花 而作为基础 会搭配一些海鲜 或者是一些蔬菜 甚至有一些肉类 来重组这个炒饭 如果说能选出一个中餐 最能代表的食物呢 就非炒饭莫属 因为炒的方面呢 是代表出中餐的先进食 至今呢 在中国很多地方呢 依然保存着干草食物的这个传统 比如说精进地区流行的糖草栗子 内蒙古流行的草米子 南徽地区流行的草米 都是那种用容器 确保均匀的受热 还有慢慢的脱水的这个过程 来激发食物 特别是淀粉的食物 运有的香味特质 甚至呢 会让一部分的淀粉呢 糊化 让食物呢 更加的甘甜 也应该来说 它们是炒饭的一个原型 但是呢 在清明之后 虽然中国的基因阶层 饮食 审美 也逐渐的抛弃了炒饭这个东西 但这种伟大的食物呢 却在另一种形态上 获得重生 炒饭呢 受过不同的地区的文化冲击影响 像时间胶囊一样 保存了许多宋代以前的古运古风 而不同地区的食品的炒饭呢 也会慢慢呈现出来 比如说像南方的特产 会用咸鱼 鸡荔 或者是凤梨 大虾 火腿 叉烧 甚至咬醋 作为炒饭的基础 所以慢慢才会呈现出 很多著名的炒饭 比如说扬州炒饭 福建炒饭 咸鱼鸡鲤炒饭 之类的等等 最早期可以见到20世纪初 所谓的广东老照片里面 而炒饭呢 也经过了历史的一个冲击 或者是一个文化的冲击 去到不同的地方呢 也呈现不同地方的炒饭 比如说日本的日式蛋炒饭 它是作为中国炒饭的一个基础而诞生的改良的一个料理 还有一个例子呢 就是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呢 经过马来人的一个了解过后呢 马来人的帕太亚 也是一个特别的一种炒饭 我也是相当的喜欢吃 甚至有马来西亚的 经过那种炒通菜 去翻炒的炒饭 也相当的好吃 到了今天 炒饭 无论是在海外的中餐厅也好 或者是当地的美食也好 它也成为一个不可缺失的一个主菜 那今天的炒饭的部分呢 差不多到这里就该结束了 喜欢我的频道的话呢 欢迎你继续收听 感谢你的收听 拜拜 好了 我们的故事听到这边就完结了 喜欢收听我的频道的话 欢迎你点赞 分享 留言 还有给个五星好评 想要收听我的频道的话 欢迎你去各大平台 First Story Spotify KKbox Apple Podcast 还有Google Podcast 当然 假如你要听到我更多的声音的话 你可以支持一下我们的奇谱 感谢你的收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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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